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台北市长蒋万安和新北市长侯友宜 共同出席2025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暖身系列活动 和现场的民众一起体验田径及射箭 这两项运动乐趣 鼓励民众报名透过运动训练和世界挑一场 教练指导正确射箭姿势 台北市长蒋万安跟新北市长侯友宜 拉弓描向靶心准备初见射击 但被教练制止只要摆动作就好 双北市长出席2025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宣传活动记者会 与社军冠军袁淑琪及资深田径教练 双瑞根互动鼓励民众报名壮年运动会和世界来场挑战 那我想这一次世界壮年运动会也展现出我们能够举办 世界国际赛事务能力 同时也让台北西北展现出一加一大于二的同届可 这个吕正威会长也在好 另外这一次世界壮年运动会 我要非常感谢中央批育署的大力支持跟协助 让我们在整个策略过程顺利 这方面我们也要谢谢一起合办的相关县市 包括有宜蘭县、桃园、新竹、新竹、新竹县市 大家一起共同让这一次的2025世界壮年运动会更加盛壤 同时我们这一次的世界壮年运动会 其实在策判的过程 一路走其实这一路努力 怎么说我们迫到的底线 所以在策判的过程 从申办到合约的讨论 相关的会议 决绝的会议 甚至后来最后我们签约的理想 都是在线上的决心 而且这一次的竞争非常激烈 我们最后在许多竞争的对手 这个共同的竞争之下 就包括法国的巴黎 澳洲的博斯 大家共同争取 我们双方要老大 所以也象征我们台北新美 过去合作的经验 以及能够举办国际赛事能力 到肯定能够在这一次 举到主带去 而2025年后的运动 我们预计会有10000个国家 4万人左右的选手 对支援新联会 难道我们双北 以及在其他县市的场馆 一起参与赛事 所以不只是能够 带动人的整体的通通通信 还带动了包括周边的观光 交通 永续数位等等的发展 我想这个是我们非常期待的 明年二月开始 我们就会正式开放爆炉 我们很希望所有热爱的运动的朋友 都可以来参与这场社会 剩下越来越来越 期待越来越来越 直接不得了 第二次跟日本人 我们最辛苦的办法 包括运动 参与学会 以及我们宿舍团队 按照表定 服务指导的计划 落实作用才是最重要的 每个团队需要我们指导的 它简直会进行力 而且我们今天 套退的主持人机的事情 就表示说 我们再去进当 进入到紧楼面的地方 这个宿舍这样一个活动 那这一次其实来的最主要的 是地域动方向文化 然后直接关注起来 那最主要的还是有益的当事 交付这个当事 大家借过一个有益的地域动 的桥梁 让两个城市非常好 其实两个城市是一个大城市 我们加一代人口 将近两千百万 加一一千百万 又把网站一百万 那如果再多多 保护案的话 其实加一加 我将进来 这些企判团队 就在那里 把这将近圈来营养 所以其实带动了 不是只有别人 而是带动圈 所以其实保护经济美好 介绍的 我们所有的这些地域群 已经让它进行 就还能做得到 所以未来我们还会带动很多的 更难的 下行引力 让全世界看到台湾 我会是明年第一个报名的选手 然后我也会 极力将 我们2025 参加2025市装运的时候 将我40岁女子 繁体公主的地牌 留在台湾 双倍市装运暖身系列活动启动 共有29种运动 104堂训练营课程 免费供民众报名 在2024年2月赛会报名开始前 有更多元的运动体验 那2025市乱运 也即将在获免 2025的业佩 在台湾胜大运主席 我想这个赛会是 去2017市大运之后 在台湾举办最胜大运 我们刚刚小市长讲的 大概预估会有4万名选手 加上运组 我们加总起来 我们都将近超过10万的 好 所以也要办理35个运动作业 那我想在这个地方 我希望 也期待我们这个赛会能够达到 全民所期待的三个目标 第一个当然要让世界看见台湾 透过这个赛会 让全球特定一直到台湾 第二个我们希望除了运动性质之外 我们能够达到运动观光理由 将台湾的美好人文风险 让这些选手来到台湾之后 能够享受我们的美食 观赏观赏我们的美景 第三个我们这几年来一直在台湾 除了在近运动提升 让我们的选手 站在国朽台上 接着就是要让我们国民能够透过运动 达到运动国久 健康久久的目标 所以我想这个赛会 能够达成我们一起的三大目标 今天代表加入體育署 在這個地方特別表達 體育署絕對會進行前例來協助支援這個賽會 我一直有一個夢想 能夠讓體育跟運動能夠成為國人 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我們的所有的社會大陣的國人 都關心體育 都親自能夠走出在運動裡面 我想我們的社會一定最重要 重年運動會 就是民主其實完全服務這一個原因 所以重年運動會太好了 距離正式賽會還有600多天 賽會明年2月開放報名 並將在2025年5月17號到30號舉行 鼓勵民眾參加暖身系列活動 並養成運動習慣 一起為雙倍視狀運做準備 記者問君張啟騰台北報導 大殖民宅坍塌意外爆發 引發了各界關注 對於損零規則何時修法呢 賈萬安回應表示 都發局正在進行研議 相信很快就有結果 在亞太壯年射箭金牌 原俗其指導下 台北市長賈萬與新北市長侯友宜 加勢十足的拉弓射箭 這是兩人在大殖民宅塌陷意外發生後 首次碰面 對於事發後 賈萬安立即帶著市府團隊趕赴現場 並以災民為重安置居民的做法 侯友宜相當肯定 也相信賈萬安一定會讓災民 未來安置與生活得到主戰照顧 這裡是 3號1到9號 用前來講 趕赴現場 以災民為重 安置居民協助 生活存建 協力互永宜負責 到現在為止 對這家 訓利不好的廠商 協力的要求 我嚴懲追究責任 我看到他負責任的態度 我相信 想萬安市長 一定會 讓災民 未來的安置跟生活上 得到妥善的災固 以人為戀 這個態度 我們甚為肯定 另外對於基態方面 賄賂一億元的爭議 以及批評北市府作秀 角安強調 他的態度非常清楚 就是要求基態出來面對負起責任 角安說他在乎的是災民的眼淚 不是建商的眼淚 我的態度一直都很清楚 就是要求基態出來面對負起責任 我在乎的是災民的眼淚 不是建商的眼淚 那因為他們有說說這個市府是拿市民的納稅錢 要把企業搞垮 還說你們都是在作秀 不是在做事 到目前為止 基態沙所承諾的議員都還沒有匯到指定帳戶 台北市政府就是站在災民的這一邊 我們都是以災民的權益 為最優先的考量 所以我們會持續要求基態要落實他的承諾 隊友議員質疑北市府市政顧問疑室有基態門審 角安強調如果有任何違法市政 市府一定依法就辦 至於外界關切的損零規則何時修法 角安表示都發局正在研議中 相信很快就會出來 記者翁宜君張啟騰採訪報導 您知道什麼樣的人容易被蚊子叮咬 還有登革熱並沒蚊的分布 其實南北大不同嗎 登革熱疫情持續升溫 本土個案累計超過了6000例 台北市衛生局又邀請 台大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蔡坤憲 教民眾了解登革熱與病媒蚊的關係 並加以預防 許多民眾都知道 預防登革熱要避免積水容器 並且要落實尋道清刷 但為何尋道清刷這麼重要 台大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蔡坤憲表示 因為蚊子在平常就會把卵生 而且成熟的卵可以存活6個月 一旦再次遇到適合的環境 例如雨後潮濕積水 在獄水後約30分鐘 就可以迅速孵化為結決 沒有積水容器就沒有病媒蚊 所以我們要做的其實就是 把環境中的積水容器 好好的把它整理把它清理 那積水容器很常見 我們環境中我們常用的日常的這些水桶 還有我們種花的這個底盆都是重點 那各位一定不太清楚 蚊子呢它在平常的時候 就已經把蛋都生好 在我們的環境裡面 那大家知道最近的這個颱風 下大雨 其實又加速了這些蚊蟲族群的增長 一下過雨最快七天 最快七天就會變成成蟲 出來盯我們 所以民眾一定要有警覺 只要一下過雨七天內 一定要加強對環境的這些 積水的環境做清楚 不然七天就會有蚊蟲來盯羊 那在台北市我們主要就是 只有一種叫白線斑蚊 那白線斑蚊我們會平常 就會將這個RUN 產在那個容器的邊編 水面大概是一公分上下主要的地方 那如果我們平常在做 尋、稻、清刷 如果我們只有做尋跟稻 那其實只有做一半 所以我要非常嚴重的 鼓勵市民朋友 一定要做到刷這個動作 為什麼要做到刷呢 因為這個蛋會黏在濃氣的邊編 各位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 這黑黑一點點 這個就是蚊子把蛋 產在濃氣的邊編 而這個蛋呢 如果它已經孵化了 已經胚胎發育成熟了 一泡過水 大概二十分鐘三十分鐘之內 就會孵出來 那如果沒有泡到水呢 它可以活至少六個月 意思就是如果我們環境中 蚊子來生了蛋 六個月內都沒下雨 那這個大概沒有事 可是要六個月內都不下雨 或者是我們都不焦花 不積水那是非常困難 所以顯然這個威脅 跟這個風險非常的高 所以民眾一定要積極去做 那我希望我們市民都能夠動起來 讓這個積水空氣都能夠降到最低 蔡坤縣表示 登革熱病煤蚊分布南北不同 南部以埃及斑蚊為主 洗在室內活動 而北部以白線斑蚊為主 洗在室外活動 因此北部地區 除了留意人工容器積水外 還要留意樹洞 香蕉樹等植物積水容器 另外有三種情況更容易被蚊子叮咬 那工廠這個蚊子在釘人 它有很多的特徵會吸引它 最重要的三個 第一個你的體溫比較高 第二個你身上有一些特別的味道 比如說有一些汗的味道 有一些乳酸 或者是一些微生物發酵的味道 最重要的第三個就是你穿深色的衣服 大家都知道這個深色的衣服會聚熱 所以在蚊子的眼睛裡面 他一看到一個深色的衣服 他就知道這個好像是有血液有蛋白質 所以他會優先去選擇 所以我會建議我們如果有到眼外去 或是到農田 或是到戶外去運動 盡量穿寬鬆的褲子 特別是我們防疫的同仁 你一定要穿長褲 不可以穿氣氛褲 也不可以穿緊身褲 然後呢 避免被蚊子叮還可以在褲子的邊緣邊角 塗上這個防蚊液 那有抹露的地方 一定要用防蚊液均勻的塗抹 不是只有噴上去 要均勻的塗抹 好像國王的行為 把它塗一層在上面 那蚊子就不會長到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訊息 衛生局表示 北市截至9月10號 已累計40例確診病例 呼籲一旦出現發燒 頭痛 後眼窩痛 肌肉痛 骨骼痛 關節痛 出疹 噁心等等隔熱症狀 應盡速就醫 並做好環境巡視 以及清除戶內外資深員 以保護自己和家人 及其他社區民眾的健康 記者林錫慧 台北報導 接下來我帶你來看 境外運動賽事投注的風氣建盛 有詐騙集團就利用社群軟體性受害者 再針貼現實動態 待操作下注賭盤騙取投資 然後就斷絕聯絡 根據統計有近百人被騙走了1400萬元 刑事局清查出位在高雄與激房對接的水防集團 並查獲現信主嫌及幕後金主等共18人 全案依詐欺罪洗錢房子法及組織犯罪條例 移送地檢署偵辦 畫面上是警方查扣的現金金融卡 SIM卡 監視器主機 手機及筆電等證物 刑事局接獲現報發現 謝信主嫌組織賈博博一機房 指揮旗下成員在IG刊登代操作下注 國外籃球 冰球賽事廣告 號稱賠率5-10倍 獲利將近百分百 吸引受害者投資 等民眾要出金時再騙取保證金 警方組成專案小組先逮捕一名IG 暱稱某某女神的機房成員 其餘機房成員 見司機敗露想要逃到太檢時 這被警方在機場截獲 刑事局向上溯源查獲謝信主嫌及共犯 並在高雄清查出與機房對接的水房 陸續逮捕水房幹部 提款車手 收購人頭張戶主嫌及幕後金主等 招逮了18人依詐欺罪 洗錢防治法及組織犯罪條例移送地檢署 檢方已經起訴謝信主嫌等6人 刑事局方面再次提醒民眾 不要輕易相信從未謀面的網友投資 以免自己成為詐騙集團眼中的肥羊 記者張啟騰台北報導 機房及非法機上和經銷商強力查清 據查獲778台非法機上和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和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徒刑和50萬元罰金 品視產業式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和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和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導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 9月是台北市交通事故逐漸攀升的開始 其中機車事故佔整體事故的77.6% 台北市政府配合交通部推出交通安全月活動 呼籲機車口罩保護自己也確保用路人的安全 我身為駕駛人時經路口遵守停車讓行人先行 我身為行人時遵守行人號制走在行人穿越道不滑手機 隨時注意周遭狀況 台北市長賈王安大聲宣示象徵維護交通安全的決心 9月是開學季 許多大學陸續開學 不過根據台北市歷年交通事故統計 9月起到年底也是交通事故耗發期 其中機車事故更佔了77.6% 因此台北市政府配合交通部9月交通安全月活動 推出機車新學期安駕逗陣型補助計劃 想鼓勵年輕人考取機車駕照前先上駕訓課程 針對領取機車駕照前三年 我們發現發生事故的比例非常非常高 所以我們也推出相關的措施 也就是希望我們的年輕朋友 當你滿18歲很興奮要去考機車駕照的時候 之前都能夠上我們的駕訓課程 所謂的駕訓班 我們也提供相關的補助 我們配合中央我們總共補助3700元 鼓勵年輕朋友考駕前先上駕訓課程 我們發現經過統計之後 上了駕訓課程之後 考取駕照上路以後 能夠大幅降低造勢的風險 可以降低56%的違規風險 降低35%的造勢風險 教育局長謝明洪進一步表示 駕訓班課程補助分為場訓 及考照後的道路時機體驗 北市府與中央共補助3700元 呼籲市民多加利用 一個場內的訓練 一個叫做道路的訓練 一般他們的收費大概都4000多 那我們為了要鼓勵學生 就是去場內給教練去教導 比較完整的那個騎乘技巧 而不是在路邊給朋友 給爸爸媽媽這樣去學 我想這樣的差別 所以我們鼓勵這樣的一個性質 我們自己台北市政府有補助1300元 每一個學員 那至於考完以後他拿到駕照 我們也期望學生在教練的整個帶領之下 實際到道路去體驗一下 道路可能的風險 駕訓專家強調 目前國人考取機車駕照 主要還是以自學為主 因此透過駕訓課程 讓學員有系統的學習安全駕駛 才能將事故發生率降低 透過一個課綱式的一個教學 比較能夠將一些操作的細節 就是有系統化的教學下去 那這樣的話 因為本身摩托車在操作上 它本身是很需要靠這個肌肉協調的一個 一個交通工具 它並不是一個非常非常穩定的交通工具 所以透過駕訓的過程 可以將這個這個事故的發生率 還是有一定程度的降低 比如說在解析煞車的訓練 那在時速大概60公里的情況下 能夠把車很穩定的把它停下來 其實這個是需要不斷的練習 講完透露 在長子大寶建議下 自己也看了最近爆紅的YT影片 三道猴子的一生 看完後覺得非常寫實 也更期盼年輕朋友 考取駕照前先上駕訓課程 保護自己 也同時確保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當自己認為技術純熟 技術很好 更要特別留意 我想不只是保護自己 也要確保其他用路人行車的安全 響應交通安全月 即日起到9月20號 台北市政府交通局也推出問卷抽大獎活動 更將在三處人潮聚集地點辦理快散活動 宣導人本交通停浪文化 因為每個人都可能是車輛駕駛人 也可能是行人 彼此里讓尊重 才能建構安全友善的交通環境 記者張綺藤 台北報導 接下來又帶你來看 岸內影視基地 是台南百年歷史的岸內唐廠改建而成 因為台劇斯卡羅在此拍攝 而讓基地特色廣為人知 閒置近25年的場地 如今斥資4.53億元 打造成國家級的影視基地 台南市長黃偉哲也北上宣傳 鼓勵更多的創作團隊前往取景 原是百年唐廠的台南岸內影視基地 2018年因為台劇斯卡羅 促成中央地方斥資4.53億元 打造國家級影視基地而明造一時 基地擁有清代街道輪廓 一直到日志明初 為影視作品增添不少能量 15000萬 然後要拍斯卡羅 然後還要搭一個 因為我想兩個重點 我想這個是我們今天很重要的 兩個重點 第一個 劇組要搭這樣一個實景 第一個它耗費會很大 我如果只是搭景 搭一搭拍完拆掉了 我的預算很低 然後照我所需 然後就 然後預算當然是很少 可是你要實景 它要耗費很大的錢 我想預算政府必須要幫劇組 第二個 這個劇組的整個設計團隊 會卡在這裡會卡很久 它耗費的時間可能 可能我原來搭景可能兩個月搭完 可是我蓋個場景可能要八個月 蓋個實景可能要八個月 也就劇組的整個耗費的費用 其實是很可觀的 所以如果這兩個事情 政府跟台南市政府 如果不能幫劇組來解決 其實很難讓劇組進到這個場景來搭 所以我想這兩個是蠻重要的 所以基本上我要講的是 其實那一碗一面之後 我非常的痛苦 因為在搭的過程 我們原來才發現 挖下去下面全部是 以前埋下去的那些舊的廢棄物 那你光要搭一個地基都好難 那你挖下去你才知道那怎麼辦 又改地方 然後又要開始重新規劃 那是很可怕的 然後我拍到快已經要開拍了 結果我的劇組整個美術組全部卡在那裡 我在屏東的場景都沒辦法過來幫我蓋 那變得就是說 你就會耗費很大的能力完成它 所以我想講的就是 大概就是這兩個 這兩個真的是一個蠻關鍵的 那不過說真的 那一碗一面之後非常的非常痛苦 就是當斯卡羅開朗之後 我看到那個 我們可以呈現那個安定感 我可以把150年前的譜成 呈現出來我真的蠻開心的 那我也希望 未來他們繼續進來蓋這個場景 我想真的可以讓台南變成一個 名副其實的古都 台南市長黃偉哲特地北上宣傳基地 目前已有九部電視劇 一部電影及三個電視節目拍攝 都在此基地取景 黃偉哲宣傳中也提到 期盼皆此強化台南影視產業發展 現在在南台灣 也是在我們沿水岸內糖廠 事實上有個非常非常適合好的地方 第一個我們講到不動場 都講location location 它的location是非常好的 以高速公路信義 交流到只有五分鐘 第二個它的一個地點 它原來是個百年糖廠 那經過閒置 這個台糖停止製糖之後 閒置了25年 那之後我們在2018年 把它這個場景 配合那個時候的文化部 還有公室 一起把它重建起來 新的搭新的景 那目前它的景 有這個清代漢人的景 還有日本榮廳 日治時代的那個景 其實都非常適合 此外呢它有非常好的宿地 可以來適合搭戶外景 而且它有目前已經整修完了三座倉庫 三座倉庫它的如要搭室內景 也都是非常適合拍攝的 所以還有一個它常常在這邊搭景 不管你是叫好或叫做 然後那個片子 不管是斯卡羅或者其他的 其實都是非常好的 因此呢它有時機 而且它有未來 那更何況中央跟地方政府 都是全力來支持 案內影視基地的這個建制 雖然現在很多影視都流行 什麼數位景啊 但是坦白講 那比較不實在 那事實上在案內堂場的實景 不管是各種不同的年代 都是非常適合 我們也期待 好朋友可以來案內堂場的 影視基地看一看 更換它每年都有很多Events 包括這個鹽水風泡有在旁邊 包括粵進港登記也在旁邊 那附近也有很多像蘭花展 像什麼其實都是美不新收 那再來鹽水小鎮來到這個周邊 其實在人文會 在文化 別人賣的是這個好山好水 我們除了好山好水之外 我們賣的是文化 所以在明年台南 迎接台南400年的時候 我們特別歡迎大家來台南 特別歡迎大家來案內 來不管是搭景 或是看整體的搭配 包括我們實景的搭配 都是非常適合的 希望能夠讓我們不同的 專業劇組 在這關基地上面 找到各自能夠得到的資源 能夠得到的協助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希望這個基地將來 它能夠朝向一個專業化的經營 它不管是透過一個分區處災 或者行政法門的 這樣的一個體制 讓這個隱私基地 它賦予一個將來可經營 可永可去經營的一個活力 再者當然正在台南市政府 像剛剛黃市長所談的 鹽水、岸內跟其周邊 希望能夠為整個台南的西北 推動地方的發展 事實上我知道我們在那邊 搭這個搭場景的劇組 就剛剛都用我們在地的材料 也用我們在地的這個 很多的這些勞動力的協助 岸內影視基地共33公頃 有兩個台灣歷史時代場景 搭景空地 未來也預計再爭取預算 給予台灣影視製作更多元的場景選擇 完備劇組後勤空間 創造友善的影視拍攝環境 記者問郡台北不到 台北市警察局南港分局 舊莊派出所遠景巡邏時 發現有五名與其停留的太極移工 經過調查發現 他們最早在民國111年9月 就以觀光的名義來台 五人經過詢問後 已經交由移民署台北市專情隊收容 看起來好像都是外籍的 外籍有沒有軍留證還是工作簽證 巡邏員警攔下這台鄉行車 仔細一看裡面載的都是太極人士 而且聲親有異 立即呼叫警力支援 經過詢問發現 這五人從民國111年9月開始 以觀光名義分批來台 卻逾期停留四處非法打工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 舊莊派出所遠景日前執行勤務時 建議台鄉行車行機可移 經攔查後發現車內五名乘客 均為預期停留的太極移工 滯留國內非法打工 全案訊後移由移民署 台北市專情隊收容 經查五名太極男子 以觀光名義免簽至台灣 自111年9月份開始分批來台 經由在台灣的同鄉 介紹四處打工賺錢 定負責駕車的本國籍 檢信男子表示 受五名太極勞工所托 再送五人至桃園中壢 警方在詢問後 已經將五名移工 送至移民署 台北市專情隊收容 負責開車的檢信司機 也依違反就業服務法 以請勞動部裁罰 警方呼籲民眾 切勿雇雇用來入不明的外籍移工 違者依就業服務罰處 四萬以上 七十五萬元以下罰還 五年內在犯者 更涉及刑事責任 最終將面臨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併科 一百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記者張琪騰台北報導 再帶你來看 立法委員何志偉 台北市議員鍾佩玲 新美市議員戴偉山 特別邀請 環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 召開記者會 呼籲主管機關 應該要正視高溫履創新高 別讓熱傷害 剝奪孩子快樂的童年 別讓熱傷害 剝奪孩子快樂童年 立法委員何志偉 台北市議員鍾佩玲 新北市議員戴偉山 與特工盟組長林向儒 呼籲主管機關 正視公園郵具熱傷害問題 何志偉也提出 優先採用自然材質鋪面 金屬材質郵具增加遮蔭 考量納入水務細水設施 降低郵具溫度 以及增加都市氯化等 四點具體改善方案 我們的訴求很期待 就是說第一個 我們應該在衛福部 兒童的遊戲設施的自主檢查表當中 應該針對熱傷害 有一個遮陽的檢驗項目 第二個呢 在沙坑家長陪伴區 特別是金屬材質的郵具 應該要加入遮蔭 而且應該要納入未來的驗收標準 甚至未來的檢驗項目之中 那第三個 在日本其他的先進國家 正常國家裡面 太熱的遊戲器材 這些不管是公家的還是私人的 他們都會噴水物喔 那或者是汽水設施上面 他們都會有遮蔭在上面 讓小孩子 讓家長 讓阿公阿嬤 讓爸爸媽媽 不要出去玩一圈回來之後 不是直接回家 而是直接去就醫 那其實不管是遊樂器材 不管材質 不管塑膠 磨石子 金屬 木頭 或是沒有遮蔭的沙坑 其實你這樣30度高溫的烈日曝曬 表面都會非常滾燙 這已經到50度了 剛才有講 這個50度60度 都已經會造成小朋友燙傷 這小朋友有辦法玩嗎 那其實在特工盟呢 我們2016年呢 我們其實也去做地墊的實測 我們在五月 五月 不是現在七八月 是五月早上九點 我們去大安森林公園實測 這是我們實測結果 可以看到橡膠地墊 已經高達50.9度 是早上9點了 那沙坑呢是38度 其實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兩個材質就差了12度 所以其實用沙子 礫石或樹皮木屑 這些自然的鬆散鋪面 是非常有效 可以降低遊戲場整體的溫度 台北市議員鍾佩玲表示 台北市有郵具的公園 有442座 其中有35座郵具採金屬製 雖然公園處經檢討後已改善 但比例上仍然很低 而新北市議員戴伟三澤指出 在金屬郵具旁立立牌 要求孩子穿後衣褲玩溜滑梯 是不是太殘忍了 我們會在一些這個金屬的郵具旁邊 我們會立一個新的立牌 那這個立牌裡面就寫說 這個夏天這個溫度很高 請大家一定要穿上厚的褲子 跟長袖來玩耍 一個39度的高溫的環境 你要孩子穿上牛仔褲 穿上長袖 甚至穿上外套去玩 那這不是太苦了孩子嗎 我們希望這樣的事情 不要只是用一個立牌去解決 我們希望做到更根本的改善 那也就是從這個公園整體環境的改善下手 那無論是遮蔭 無論是更多的這個清水的設施 我們希望讓孩子可以一下課 可以一放暑假 都可以自由的在這樣的環境裡面遊玩 在過去包括這個地方 或者是這個相關的名義代表反應 不斷的反應之下 其實公園處他們有做一些改善 也就是這35座是金屬製的這個 這個遊具遊戲場已經有做了一些遮蔭 但是呢相較於其他全台北市442座來說 是遠遠不夠 因為會產生這個高溫熱傷害的 不但不只是只有金屬遊具而已 剛剛上午提供的這個資料 我們包括這個黃色的塑膠滑梯 就有44度 這代表說不見得是金屬的遊具 才會傷害人 其實塑膠的也會 那所以說在這個全台北市有442座的遊具 現在面臨到的就是有遮蔭這樣子的一個需求 特工盟組長林向如指出 根據溫卷調查顯示 禁酒城家長反應遊戲設施 白天表面過燙無法遊戲 還有半數孩子希望增加細水和遮蔭設施 我們希望主管機關要研議兒童遊戲場 具體的降溫散熱的計劃 那我們有以下三個建議 第一個主管機關應該要要求 在兒童遊戲場設計的時候 就要考量把遮蔭就納入設計裡面 那剛才有提到衛福部這個兒童遊戲場設施 就是安全管理規範裡面的這個有個副表 兒童遊戲場設施自主檢核表裡面 可不可以新增一下去設置遮蔭的這個檢查的項目 那你有去檢查如果呢 這個遊戲場的區域沒有大樹 沒有樹可以遮蔭的話 我們就要規劃人造設施啊 我們不能等樹長大 小朋友童年不能等 尤其在兒童禁止不動的這幾個區域 例如說座位區啊 就是休息區 沙坑區 還有剛才提到的金屬表面 都應該要特別增加遮蔭 避免長期曝曬的這個過燙的問題 那第二個 在兒童遊戲場 我們應該優先採用自然材質的鋪面 我們剛才已經有看到 自然材質一樣的曝曬條件 一樣沒有遮蔭 他們可以相差12度 所以當我們已經換用自然鋪面的時候 整個環境的吸熱就不會這麼的多 那第三個建議喔 遊戲場喔 我們應該要可以去設置 水物跟細水的遊戲場 來降低整個溫度 像這個水物裝置呢 剛剛有提到嘛 可以降低溫度 那細水遊戲場更是小朋友 這樣 我們看 小朋友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歡這樣的 遊戲設施 但是呢 我們全台喔 有將近7000座的公園遊戲場 只有不到40座 有類似這樣的設施 這個佔比非常的低耶 只有千分之五 那我們希望主管機關 衛福部可以具體的要求 全台各個地方政府 在遊戲場發包的時候呢 就要把這三個 我們剛剛很具體提出來的 這三個建議 這個降溫的建議 可以寫入發包的需求 現場台北市公園處也提供經驗 表示針對遮印法規 把遮印跟結構共構或設計成可拆式的 並不會觸及建築法規規範 記者李錫慧台北報導 台北市南港區 擁有許多好玩的兒童遊戲場 其中東洋公園 八米高的魔王塔 挑戰十足 小朋友們想要溜 六米高的溜滑梯前 還得過好幾道難以不同的關卡喔 一起來瞧瞧 從六米高蜿圓的溜滑梯 溜下來過程相當刺激 這裡是台北市南港區 東洋公園的八米高魔王塔 被稱作魔王塔是有原因的 因為小朋友要到最上層玩溜滑梯前 還得手腳並用的通過 星際穿越牆 下綠地的網 飛碟爬神區 及魔王攀岩牆等關卡 我們將整個遊戲場 它可以會訓練到小孩子的一些 肢體發展的一些元素 全部融合在一個 我們東洋的魔王塔裡面 那這邊是一個八公尺的魔王塔 那它的那個滑道有六公尺高 那小孩子如果要上去溜這個溜滑梯的話 它中間有五道關卡 那每一道都可以訓練它的那個 肢體平衡啊 或是它那個手腳的那個協調 對那它一關一關爬上去之後呢 然後再從那個六公尺高的那個 溜滑梯上面溜下來 這樣子 那我們主要就是在這個 比較場地有限的一個空間裡面 遊戲場裡面 我們希望可以整合許多的那個 遊戲的元素 那所以我們設計了一個 比較有一個高度的 就是有眾生的一個 那個魔王塔 讓小孩子可以在裡面盡情的暢遊 這樣有特色的魔王塔 也吸引許多家長帶著小朋友來體驗 連外縣市民眾都慕名而來 直說對小朋友很有挑戰性 覺得它造型比較特別嗎 特別 這比較特別 對 然後有點挑戰性 對對對 他說他們要看這個 玩這個我說好啊 可以啊 就這樣 小朋友最喜歡的還是六米高的溜滑梯 不過過程中的爬繩攀牆關卡 也很獲歡迎 那個超大的溜滑梯 為什麼 因為它會一直長一直長得下來 那中間過程會不會很困難 爬來拿去 有點 你喜歡哪一個家沒有 中間 因為呢 中間都有很有挑戰性 那你有什麼東西呢 也很好玩 不只好玩 在挑戰過程中 大小朋友更能學習互助合作 寓教與樂收穫滿滿 其實在這個遊戲場裡面 還可以跟其他的小朋友做一些互動 那有一些比較大的哥哥姐姐就會 像我小孩子如果某一關 如果可能比較爬不上去 爬到那邊沒力了 那些大哥哥大姐姐 他們就會拉他一把 對 那其實在這當中 其實就是一個互動 就是大朋友和小朋友之間的一個互動 其實這就是一種社會相處的模式 而在中信園區旁 以叢林為設計概念的三重世貿公園 也很受大小朋友喜愛 尤其這座擺盪繩索 是現場人氣最高的遊具 因為三重世貿公園在接近中信園區那邊 那其實那個假日的時候其實也是很多 家長帶著小朋友去那邊遊玩 那那個擺盪繩索上面其實可以看到很多 小孩子就站在上面就盡情的做一個擺盪 那這算是我們南港區一個比較有特色的一個 遊戲設施 除了東洋公園與三重世貿公園 在南港區還有以三鐵共構為發想 設計出飛天火車的南星公園 以及採用東北角碟山地形為基盤設計 兒童遊戲場的行星公園也各具特色 好玩又好拍 歡迎家長帶著小朋友一一前往體驗 享受美好的親子時光 記者張祺騰台北報導 非常具有基隆特色的海洋老鷹加年華 將在9月16號週六下午3點舉行 市場謝國良安與表演團隊共同宣布啟動 歡迎大家一起來歡樂采接 在基隆市長謝國良與表演團體 共同打鼓宣誓下 今年的基隆海洋老鷹加年華即將登場 展現基隆海洋自由開放創新的在地文化氛圍 海洋老鷹加年華辦的第13個年頭 在他一開始在舉辦的時候 那時候我還是立法委員 那時候蔡理事長就很努力的想要辦這些 對於社區營造很棒的一個活動 那時候我就有協助發動參與 剛剛蔡理事長講我才突然想起來 有些事情時間一過都不記得了 但是13個年頭過了 我們的海洋老鷹加年華依然辦得很好 很溫馨 今年又有很多公益團體加入 因此我們在遊行的沿線 我們也搭配了很多攤位 讓大家可以走一走吃吃喝喝 可以過一個快樂的週末 也可以傳播更多社區營造的理念 給我們的市民朋友 跟我們的外縣市觀光朋友 今年的嘉年華已經進入第13年 那麼每一年都會在文化局前面這邊做工作坊 那這個我們的活動 不把它定位為一日的活動 所以我們每一年都會有這些社區 一起來在藝術家的指導之下 我們來做這個道具 完成了這個道具 就等於是大家的一個成果 然後再展現到我們當天的遊行 那今年我們特別邀請了啟民 還有我們的這個盲人福利協會 還有我們的生命力協會 還有我們的基隆市脊髓損傷者協會 他們一起來參與 也就是說基隆市展現有愛的城市 讓他們也有機會走出來 也要鼓勵我們所有的四障 深障 他們以後都很願意的走出來 不要宅在家裡 這樣子的話他們的生活會更快樂 感受到非常熱鬧的氣氛 而且是走出社區 然後整個覺得基隆市非常的祥和這樣子 也非常融合這樣 那我們的會員也覺得非常的開心 我覺得因為老鷹嘉年華雖然有13年頭了 可是今年對我來講是第一次 而且穿這個老鷹裝 我自己原本想說我自己在路上走啊 沒有辦法像老鷹這樣子飛翔 結果我參加老鷹嘉年華之後 我發現 雖然我沒有辦法真的像老鷹這樣飛翔 但是在台上打鼓穿著老鷹裝這樣 感覺就好像老鷹在演奏音樂 那種感覺真的很棒很棒 所以我覺得老鷹嘉年華這個文化 我覺得就是一定要繼續下去 一定要繼續下去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主題 我們今年的花車 有因為這個現在的基隆的人口 生育率越來越低了 那我們就把所有的這個主題道具 今年就設定為都是懷孕的大肚子的 讓我們的所有未婚男女一看 這個很可愛 是不是他們願意結婚 他們願意生子 然後珍藏報國 聖大的遊行彩接活動 將於9月16號週六下午3點 從國門廣場出發 會經過市區的中一路 仁二路 愛二路等路段 精彩的表演及魅力服飾 打造海洋特色嘉年華的遊行 而為了維護民眾安全及活動順利 當天下午2點到5點 活動週邊將實施封路及交通管制 請民眾留意並且提前改道 海洋嘉年華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再帶你來看 中央文化部方面 委託相關單位 特地到七獨一有瑞開會議 調查煤礦歷史遺跡 副議長楊秀玉剛好到附近基層 就一起去探勘 這民國74年封坑後 不曾對外曝光的陸寮二坑煤礦遺址 一群人先上坡 再下街道小溪谷 我不敢了 我不敢了 不要啦 不要我會怕 我離開這個就是最嚴重的 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走得步步驚心 在地方人士以及當地里長等人前島隨身保護下 跟著在涉水走過充滿土石塊 又擬令像是小溪谷 又像是小路的途徑 終於先看到煤礦層的路頭 楊秀玉很開心 這是煤礦的路頭 看到這裡沒有 這個就是油礦 他們看到這個才開始往下滑 你看那個 你們拿一點點沒關係 這個是礦喔 煤礦 對 你這個以前的 早期有類這邊都是以礦為生 開心不到兩分鐘持續沿著小溪谷路徑 往前挺進一陣子後 再下切 一行人跋山涉水 終於看到民國74年封坑後 不曾對外曝光的 七獨有類陸寮二坑煤礦遺址 陸寮二坑 陸寮二坑 對 陸寮二坑 陸寮二坑 楊秀玉和當地有二里長 蘇丘福都是第一次來到這裡 因此和地方人士都希望市政府 可以爭取文化部方面的支持 評估能不能夠規劃 恢復陸寮二坑煤礦遺址 串連已經開放的陸寮一坑 以及陸寮坑車站遺址 和曾經通過有類西的煤礦台車橋梁遺址 形成有類礦業文化觀光園區 那早期我們友納跟這個 友瑞跟這個馬鈴 都是以礦業為生 那這裡保有很很 就是礦業的一個原始風暴 那我們希望說 金融市政府的相關單位 文化局 是不是能夠到我們文化部 這個文資局這邊 是不是可以去提出一些計畫 來爭取一些經費 讓我們在地的這些所謂的一些文化 能夠更活化 就是未來在觀光這個景點 能夠更活絡 那主要也要告訴我們年輕人說 當年的這個爺爺奶奶 我們的爸爸媽媽 當年是怎麼樣養我們長大的 我覺得這個故事要把它延伸下去 我覺得這個 在這一方面 在基隆這一塊做的不是很足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基隆市政府 在這方面要加強一下 跟這個我們的文化部這邊 來爭取更多的經費 讓我們社區更活化 均口其實四連 在封坑 那這個是有歷史的 有歷史的建路 那個逛坑 希望我們文資局 還是基隆市政府 來把它整理一下 讓大家知道 有這個陸寮二坑的存在 陸寮一坑 其實大部分的人都知道 那這個陸寮二坑 就很少人知道這個陸寮二坑 因為它提早封坑 所以這個坑口它沒有封 把它封閉 所以它是很完整的一個坑口 我們封瑞有這個 很完整的礦坑文化 遺跡 還有一些纜車 纜車間 風口 這些都很完整 還有 也希望說文化局能夠 把這些 能夠稍微整理一下 讓我們封瑞的美 跟大家分享 給大家能夠來這邊踏興 讓大家市民都可以來看到說 我們以前父母親 是怎麼一個辛苦的過程 這個真的很重要 那也希望說我們的文化 文化部文資局這邊 也給我們更多的一個支持這樣 這次的現場探勘是因為中央文化部方面 委託相關單位人員 特地到七獨有類開會 調查煤礦歷史遺跡 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 也剛好在附近服務基層 相逢自視有緣 地方人士當場邀請副議長楊秀玉 和記者一起前往探勘 特別是七獨有類地區 以往是基隆著名的煤礦區 隨著礦業沒落 許多礦坑早已經淹沒在荒煙漫草中 希望未來有機會讓外界 和後代子孫也可以看見 有類礦業當年的風華 以及仙人們過去為了家庭 和生活的辛苦 肚條墨坑 探勘成功 耶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 再來吃美食喔 基隆廟口附近有一間下午茶 業者主打現做的千層蛋糕 每塊都有30層 研發出千層鳳梨酥 還能夠承受不同的溫度 常常有外地的韜客專程而來 帶回家細細品嘗 拿起一張千層餅皮 小心硬一鋪上 再塗上鮮奶油 中間擺上水果切片 而這來來回回就超過20次 光是做這個千層蛋糕 就要花上兩個小時 千層蛋糕 用刀子切開 滿滿的鮮奶油 芒果底 再淋上芒果果醬 仔細看 每一塊千層蛋糕 都有30層 這間隱藏在基隆廟口附近的下午茶 每到一夜時間 不少頭客 撲棚一半 就創了這一塊千層蛋糕 我剛剛吃的是芒果千層 對 那他們 芒果使用的 應該是艾文芒果 那香氣就會比 我們看到的玉井芒果 都還要香很多 我就會覺得說 這個芒果吃起來很 很重 我就會覺得說 非常的多汁 然後香氣又會充斥在牆這樣 對 那 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他們上面還有附上這個 鱗醬 那我吃了出來 這個鱗醬 我覺得不只是 單單就有芒果的味道 它還有用鳳梨去做這個提味 讓整體的這個蛋糕的味道 就是 層次更多元的一點 對 主要是它的餅皮跟別人的不一樣 是因為它的餅皮是用千層 他們的千層皮去做的 所以它吃的時候也是 就是你一輕一切開 就可以看到它裡面是 一層一層層下來的 但是它也不會過酸 然後它的蛋黃是很濃郁 然後我就很愛吃 所以我後來有 就也變成糕餅皮這樣 店內還有這一款 中西結合千層鳳凰酥 保留基隆在地糕點特色 呈現全新的風貌 而千層鳳凰酥不像蛋糕 受時間溫度的限制 外地來的消費者 也能夠帶回家慢慢品嘗 Bravo 太好了 對 因為他們來契容這麼多年了 因為這個產品 我這兩年才往船上帶上去 一般都是英國啦 美國啦 瑞典人 德國人 對這個東西反義 不管是水果酥還是鳳梨酥 鳳黃酥都好 我覺得他們就是用酥油皮去做的那種 那種皮會比較油膩 然後通常餡也滿甜膩的 那這一家的酥皮就是它是千層酥皮 吃起來非常清爽 然後沒有負擔 然後甜味就是剛剛好 水果味非常的香濃 對 吃起來很舒服 修改了千層筆的配方 然後 結合了中式糕餅的油酥牛皮的做法 這樣子就準備單身的千層 鳳梨酥跟土鳳梨酥 這樣子的餅皮呢 吃起來會有一層一層的空氣的層次感 那上方呢也會有酥酥的感覺 底部會有發酵奶油煎烤過的脆感 那整體甲胸是很有層次跟空氣的 所以吃起來會有明顯的不同 也會有明顯的蛋象跟發酵奶油煎烤 所以就最主要不一樣的地方 隱藏在巷內的下午茶 不少老饕衝著千層鳳梨酥而來 專門送給國外的朋友 記者黃紹明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